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要聚焦于一个震撼金融界的消息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英个人原因辞职的事件 这一途如其来的决定不仅令市场震惊 也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中国银行在公告中表示 刘金的辞职将于2024年8月25日生效 并且强调他与董事会之间没有任何不同意见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公告中并未对刘金的任期表示感谢 这在中国银行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往年其他高管的辞职公告中 董事会总会对其贡献表示感激 但此次却完全缺失 这不免让外界对刘金的离职原因产生更多的揣测 刘金的职业生涯可谓辉煌 但他在2024年6月的公开活动后就未再出现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其健康状况及内部动态的猜测 随着刘金的离开 中国银行的未来无疑充满了不确定性 接任的董事长葛海娇面临着稳定局势的重任 他是否能够带领中国银行继续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优势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一事件无疑让我们重新思考金融界的权力变动 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刘金的辞职是否会对中国银行的业务运行造成影响 新领导团队又能否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金融界的一起震撼事件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英 个人原因辞职的消息 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 不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也让外界对其背后隐藏的真相充满了猜测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则新闻的来源 8月25日 中国银行发布公告宣布 刘金辞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及行长职务 理由是个人原因并立即生效 这一公告在金融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网易 香财Plus和中国基金报等多家媒体 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刘金在声明中表示 他与董事会没有任何不同意见 也没有其他需要通知股东的事项 然而 公告中并未提及对刘金的致谢 这在中国银行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刘金的辞职让人们想起了他 在8月19日缺席中国银行第7次董事会会议的事件 当时的解释是刘金有其他安排 未能出席 然而 这一解释并未能平息外界的猜测 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猜疑 刘金的职业生涯可谓丰富多彩 1967年出生的他 199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 拥有文学硕士学位和高级经济师职称 他曾在工商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担任重要职务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自2021年4月起 刘金开始担任中国银行行长 并在同年6月起任副董事长 8月起兼任中银香港控股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并于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 兼任中银航空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金最近一次公开亮相 是在2024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 他在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 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分论坛上 发表了演讲 然而 就在两个月后 他突然宣布辞职 这无疑为中国银行的未来发展 增添了不确定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 刘金的辞职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可能有多重解释 首先 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看 刘金的辞职可能与中国银行内部的 管理层变动有关 近年来 中国银行的管理层频繁调整 不少高管相继辞职或调任 例如 2024年2月辞职的张克秋和5月辞职的副行长张义 他们的辞职公告中都提及了对他们贡献的感谢 而刘金的辞职公告却显得格外冷淡 这种差别对待不禁让人猜测 刘金的辞职是否与内部管理层的矛盾有关 其次 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看 刘金的辞职可能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压力有关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中国银行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 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国内金融监管的日益严格 都对银行的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 刘金是否因外部环境的压力而选择离职 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 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刘金的辞职或许是因为有其他更好的职业机会 刘金的职业生涯一直颇为辉煌 他在多个金融机构担任要职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人脉 如果他有其他更好的职业机会 选择离职也在情理之中 无论如何 刘金的辞职对中国银行的未来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之一 中国银行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 具有重要影响力 刘金的突然离职 不仅让人们对中国银行的未来发展充满了疑问 也让人们开始关注新行长的人选问题 目前 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 将暂时代为履行行长职责 直到新行长正式上任 葛海娇面临着稳定局势 及推进银行战略的重大挑战 他需要迅速稳定局势 确保银行的正常运营 同时继续推进刘金在任期间制定的战略 确保中国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刘金的辞职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金融行业的高压工作环境 对个人健康和职业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 未来的中国银行在新的领导班子下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将成为我们持续关注的焦点 总结来说 刘金的辞职是中国金融界的一大震撼事件 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多重因素 包括内部管理 外部经济环境和个人职业发展等 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银行将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 如何在新的领导下继续保持市场竞争力 将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重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最新和深入的新闻分析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哦 中国银行的行长刘金突然辞职了 这可是金融界的一颗重磅炸弹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 赶紧拿起你的瓜子和饮料 坐稳了 咱们要开始一场精彩的分析和评论之旅了 首先中国银行在8月25日发布了一则公告 宣布刘金因个人原因辞去了 包括行长在内的多个职务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中国银行可是国内四大国有银行之一 刘金的突然离职 引起了整个金融圈子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不过公告中仅仅提到刘金与董事会 没有任何不同意见 也没有其他需要通知股东的事项 这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纷纷猜测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更奇怪的是 往常高管辞职时 中国银行都会在公告中表达感谢 但这次却对刘金没有任何致谢之词 这可是大有文章啊 要知道今年年初另一位高管辞职时 公告中可是对其贡献赞不绝口 如此冷淡的态度 不禁让人怀疑刘金的辞职是否背后真的有不为人知的真相 回顾刘金的职业生涯 他可谓是精力丰富 成就斐然 从工商银行到光大集团 再到国家开发银行 刘金的履历让人眼花缭乱 自2021年4月起 担任中国银行行长以来 他带领中国银行 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尤其在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布局方面 可谓是硕果累累 可为什么就在大家期待他带领中国银行 迈向新高峰的时候 他却突然选择离开呢 外界的猜测铺天盖地 有人说可能是健康问题 毕竟金融行业的压力 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也有人认为是内部管理层的变动 毕竟近年来 中国银行的内部调整频繁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可能是外部环境的压力 让刘金选择离开 无论哪种说法 似乎都能自圆其说 但真相究竟是什么 恐怕只有刘金本人最清楚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 刘金的离职 对中国银行的未来 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临时接任 行长职务的董事长葛海娇 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他不仅需要迅速稳定局势 确保银行的正常运营 还需要继续推进 刘金在任期间制定的战略 确保中国银行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保持领先地位 葛海娇的领导才能 和决策能力 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接受严峻的考验 总的来说 刘金的辞职 无疑为中国银行 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但危机中 往往也蕴含着机遇 关键在于新领导团队 如何应对挑战 抓住机遇 无论如何 我们都期待中国银行 在未来的发展中 能继续保持其市场竞争力 为股东和客户 创造更多的价值 好了 今天的分析和评论到这里 就要告一段落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未来中国银行的发展 将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请继续关注 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 最新的动态 和最深入的分析 再见了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